大家好,今天我们讲一下加拿大儿童护照的申请 我们到Google当中输入Canada Passport 第一个政府的网站点进去 往下拉 点Apply for a passport for your child 再往下 Apply for a child's passport 往下 在进入它的那个表格之前 我先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提醒 就是不要在小孩的护照或者其他的旅行证件上面签字 那么有的边境局需要你签字的话 请你把这张子打印出来给他看 这个是政府的一个官方的声明 就是说小孩子16岁以下 不需要在护照跟任何的旅行证件上面签字 那么如果小孩自己不小心签了的话 这份护照还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是父母或者是法定的监护人 在那个上面签字的话 那么这个文件就成为无效的 它必须要被更换 所以这边它特别说明了家长 就是父母和法律上的监护人 Must never 一定不要在小孩子的旅行证件上面签字 那么只有成人的护照或者是旅行证件上面 是必须要签字的 好我们回去 往下这边点 Canada Get Information 点 好这个就是 儿童申请护照的表格 那我已经下下来了 在这边 好就是这份表格 那么这份表格的话是用来 比如说你第一次帮小孩申请加拿大的护照 可以用这份表格 或者是你小孩子之前的加拿大护照过期了 要重新更换的话 也是用这张表格 好我跟大家一起过一遍 第一部分小孩子的个人信息 第一个写他的信 假设他心里 第二个是他的名 假设是 三 他叫李三 好这边是 所有的之前用过的一些 姓 包括在出生的时候 如果这个姓是跟上面是不同的话 那么在这边填写 如果这个名字之前都没有更换的话 那么你这边可以写 Not Applicable 好出生的 出生的城市 假设是Toronto 出生的国家 加拿大 出生的省 假设安省 然后这边是有没有具体的那个 出境的时间 假设我们目前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出境 出生年月日 假设是2010年1月1号 性别 假设是男孩 眼睛的颜色 假设是black 黑色 身高 假设现在是135厘米 好 现在的住址 假设是1号 Queen Street 城市 城市 Toronto 神 安省 邮边 M1 M2 M2 假设 邮寄地址如果跟上面不同的话 那再填写 如果相同这边就不用填写了 好 这边的话是 如果小孩子是小于16岁的话 可以不要求在这边签字 那么一般来说就是说小孩子在11到12 15岁之间是鼓励在这边就是签字 这边写地址 城市 这边是写省份 这边是写时间 这边是他的签字 签在这个白颜色的框框里面 当然如果小孩子低于16岁的话 不一定需要这个签字 可以控在这儿 好 接下来是关于申请者 那么现在这个小孩呢 是 是不是就是被寄养的 或者是收养的等等 那不是 有没有就是参与到一些分居合同啊 或者是法庭的判决啊 或者是 就是抚养分别证明啊等等 这些 如果假设没有就是no 接下来是父母双方的信息 Applicant就是帮小孩申请的人 那么假设妈妈是帮小孩申请 她的名字是姓 假设姓张 她的名是E 有没有其他的名字 假设没有 出生年月日 假设是 1980年1月1号 出生的国家 中国 假设 现在的住址 1号 Queen Street Toronto 然后身份是 安神 右边 电话号码 假设416 111 222 Email地址 好 这是一个父母 那么在这边的话 这个父母要签字 签字的时间 在哪一个城市签字的 比如说Toronto 那这些是没法打印的 必须要打印出来 就是没法在这边填写的 必须是打印出来 手写签字 好 另外一个父母 假设我们那个爸爸 他姓李 明一 有没有其他的名字 没有 出生年月日 19801月1号 假设出生的国家 也是中国 好 这边的话住址 1号 Queen Street Toronto 身份是安省 邮边 M1 M2 M2 电话 加设416 222333 Email地址 那同样 就是打印出来这边 父亲的签字 签字的时间 在哪个城市 Sign at 比如说Toronto 好 往下 就是说 这个小孩子之前 有没有申请过护照 假设没有 那就写No 如果有的话 那么把之前的护照的名字 护照的号码和他的签发日期写下来 我们假设他没有 这是第一次申请 那么如果下面就是说 这边如果选了是的 就之前他申请过 那么这边也可以选择 就是说 把那个旧的护照 到时候 就是退还给他 好 这边是小孩子的加拿大公民的身份证明 那么一般来说 通常用他的出生纸 那么他的registration number 找到那个 那么假设是F123456 什么时候签发的 假设是2010年1月1号 往下拉 这个是申请人的声明 那么申请人 我们刚才说是妈妈做他的申请 那他的姓是张 名是1 跟小孩子的关系是母亲 小孩子的姓是李 小孩子的名是3 这边的话 申请者 也就是说这个妈妈的签字 时间 在哪个城市 哪个省份 好 接下来是担保人的声明 一般来说就是朋友啊 之类的都可以 那么假设这个 担保人的姓是叫 王 明 是 一 出生年月 假设也是1980年1月1号 他的加拿大护照 假设是 什么时候签发的 假设是2015年1月1号签发 到2025年1月1号过期 他跟这个申请人的关系 那么申请人就是那个孩子的妈妈 他们的关系 假设就是朋友 friend 好 这个担保人的电话 假设是 6471112222 他现在的柱子 假设是住在2号 Queen Queen Street 然后城市 假设多伦多 省份 安省 右边 M1 M3 M3 假设这个是 然后这个是申请者的名字 那是妈妈 John 他的Fornay 就是先名 然后再姓 张一 然后小孩子的全名 李三 那么这个担保人跟这个申请者 他们之间有认识了多久了 一般来说就是要 至少要两年 那么假设这个人跟他妈妈认识了有五年 那么到时候这边就写五年 这个是担保人的签字 签字的时间 在哪个城市签字的哪个省份 那这些都是要打印出来再写的 好 这个是紧急联系人的方式 这个是可写可不写 我们就先不写了 好 往下 那么 申请儿童那个护照的话 需要哪些材料 第一个就是这张表格 第二个呢 要两张 嗯 护照的照片 在六个月之内拍的其中一张照片的反面需要有担保人的签字 第三个加拿大公民身份的证明 这边需要是原件 那么一般就是小孩子的出生值的原件 好 其他的一些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的地方 这边呢 就需要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交费 那么一般来说都建议大家去办公室当面递交申请 因为这个需要提供原件 如果是邮寄的话就怕他既丢了就比较讨厌 另外的话邮寄申请的话时间也会比较长 好 这边的话是交费 小孩子的话五年有效 是57加元 那么如果是通过邮寄的方式的话 那么你需要在这边填写一下你的信用卡的信息 他倒是直接在信用卡上扣出这个相关的费用 那么这边选择是什么样的类别 是Visa卡还是Mastercard还是American Express 然后这个卡上面的名字 卡的号码 什么时候过期 小孩子的名字 然后一共是多少钱 57 然后这个持卡人的签字和时间 当然如果你亲自到办公室递交这个申请的话 那你不需要填写这一份 当面在那边用信用卡支付就可以 好往下 那么这边列出来了 如果是邮寄方式申请的话 这边是普通的信件 是这个地址 如果是用这种快递公司 那就是用这个地址 那么他这边也说了 因为里面有递交的是元件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用比较安全的邮寄方式 好再往下拉 好这边就是说明一下 这个guarante就是那个担保人的那个声明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做担保人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跟大家处处说一下几个要求 第一个呢 他一定是成人 第二个呢 他的护照是要么五年有效 要么十年有效 然后在最近的一年内还没有过期的 然后呢 要跟那个 就是说申请人 那在我的这个case 那个举的例当中 就是跟这个小孩子的妈妈呢 要认识至少要两年以上的 然后呢 他要在那个小孩子的照片后面要签字的 同时呢 他能说英语或法语 因为如果小孩子第一次申请护照的话 那么政府官员一般都会跟担保人打电话来确认 他是否认识这个小孩 同时确认这个小孩的一些信息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申请人就是孩子的父母一定要跟 担保人要说明所有小孩的信息 比如说他的名字 他的出生日期 他的家庭住址等等 因为到时候如果政府官员跟他打电话 他回答不上来的话 那么会影响小孩子的护照的申请 或者会延长他的申请的时间 好 再往下 这个就是护照的照片 这边的要求就是小孩子不能笑 嘴巴呢是要合起来的 眼睛是要张开的 在这边的其中的一张照片的后面 它上面有写 I certify this to be a true likeness of 写上小孩子的名字 然后下面就是担保人的那个签名 那这个就是要 这个小孩子的名字跟他担保人的签名 都是要担保人来填写 这一张照片后面的东西 好 接下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信息 有一些加拿大的联系的方式 如果有问题可以跟他们联系 那么一般来说呢 就是建议大家都到办公室去申请 一个你可以马上当场取回 那个小孩子出生日的元件 第二个呢 申请的时间也会快一点 一般来说正常的话两周 他就会把小孩子的那个护照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让他邮寄给你 或者是你到他的办公室去取 当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这些服务都相对会被延迟 或者他因为有的办公室关门 现在可能不接受当面的申请 一般通常情况下 如果不是很紧急的话 我们都建议在疫情过后 再做这个申请 好 那么今天那个加拿大儿童护照申请的 那个天写表格 这些信息就讲到这儿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请不要忘了 点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推荐给自己有需要的朋友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